大家晚安 我今天在蘇格安跟救援家族呢 分享了一篇 神秘原住民 祈老教大家怎麼養狗 他們在 他們的部落裡面 如果狗狗有暴衝啊 或是不聽話追車追人的行為 那祈老會怎麼做 那其實這是一個很神秘的方法 可是後來被 我們這些狗爸狗媽發現了之後 我們都有在我們的讓狗區 我自己的讓狗區我也都用過這樣的方法 其實這個方法真的還蠻好用 只不過呢在一個多月前 我跟一個店的老闆 研究了跟他講這個方法 之後他們家的狗變成這樣 有沒有看到 這個棍子很長齁 棍子這麼長 那怎麼樣才是正確的方法呢 因為原住民的部落的狗呢 通常都很大致 所以呢他們的祈老呢 在 沒辦法控管狗狗不聽話的時候 他們會讓他綁上一塊 木頭 在他們的下巴的下面 那我為什麼這個拿出來講 就是我救援家族的朋友 我跟他們講過這個方法 可是我真的沒有拍出來給他們看 跟他們說他們不明白這個照片有什麼好笑的 好笑在哪裡就是 跟大家講一下 棍子很長 你們剛才看他很長 那狗很聰明喔 因為我們是要阻擋不要追車追人嘛 對不對 他會把那個棍子丟上來 咬在嘴巴然後繼續跑 這很很妙 我也看過他們這樣子 那棍子第一個不能太小隻 粗一點 好像咬比較咬不住 然後重點是這個繩子不可以讓他咬上來 所以你放太長他就會咬上來 如果短一點呢 標準是他不能咬上來的這個距離 脖子這個距離 如果是乘一個 乘一個直角 就這樣子他咬不上來 可是呢 這個動作就是他在跑的時候 他會痛 他會撞到他自己胸口 他就會小心 所以 有時候會擔心的什麼問題呢 例如說 我們說 你如果他放太長 他可能在高處走路 可能會半倒 然後他可能會摔傷 這個都不是騎擾他們的用意 所以 如果真的要用這個方法 麻煩 我看很多人都是用太長 網路上有人一知半解 那我給大家正確答案就是 你如果要用這種方法 如果說 小狗的話 你可以去買那種啞鈴 小啞鈴 不要重 其實那不重 小小的最小的單位的那個 像 一般 一般的 像我們是用不到 如果家裡有那種 通常就是米克斯比較平 可能一般的最小單位的 讓他綁在這裡 因為他跑步會撞會痛 他就不會這樣皮 他會訓練狗 會比較安定 其實狗一定要用打的嗎 你們看過 我有分享給你們看過 我們家的狗不知道棍子要幹嘛 然後我拿棍子 嚇唬他們 他也不理我 就是 我真的覺得狗狗真的不太打 可是你說我會不會打狗 我跟你們承認我還是會打他們 還是會 可是打了之後 我自己也手痛的要命 所以盡量是不要打比較好 可是就是有一些方法 讓他們懲罰 讓他們不舒服 這個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我覺得很妙 所以下次有看到那個 那個 狗狗綁那個棍子 就是人家在訓狗 那個不是 不是在虐狗 是訓狗 那這個方法其實還蠻好用 跟大家分享一下 順便給大家解答 就這樣囉 掰掰